歡迎收看 過去新冠軍說你再賣 你如果要鑑定 馬上就要鑑定了 我兩點多進去 六點多 就跟他說你要開刀 掛掉喔 說要再去六點我來掛 所以你現在是沒打的人 沒打 打 你嚇到我 對 類似大牌的人那種 對… 結果吃這個 我穿著 大家穿就對了 穿就對了 穿就對了 我看一個東西 我把東西扶起來這樣 就是 還整隻 你真的假的啦 還整隻的 我跟你說 這樣我會死的啦 當然死的啊 我以為你 竟然煮什麼 而且那個不知道竟然煮多久了 歡迎收看冰火五重天 我們今天要說的 是說吃的 平常都是吃外面的 但是 或從口出 或也從口入 吃到很多外面 我們有時候買東西 特別是一些很多黑心商品 何況外面 我們要用什麼煮給我們吃 我們實在是不知道 是來介紹 今天這個外食組 他有一個洪杜拉斯 謝謝 菁菁姐好 各位觀眾味道大家好 還有這個只有看到 這個體系都吃出來 吃甜甜 菁菁姐好 大家好 這個以前吃的肥 現在散掉了 不知道怎麼吃的 劉智希 菁姐好 大家好 我們人要吃的健康 不去吃就不吃東西 不吃太肥 要問這個營養師 謝怡芳 謝老師 菁姐好 大家好 謝謝 這個自己 可能真的超高 所以身體看都好像不錯 張維中老師 菁姐 大家好 我們來問劉俊耀 你從以前 在做現在也記者 是 請問你吃東西 外食有什麼難忘的經驗 我如果做記者 二十幾年的資歷 我外食差不多四十幾年的資歷 為什麼 因為我自小孩 我就都外食 我單親家庭嘛 媽媽都要去上班賺錢 所以我自小孩的時候 我自特色 媽媽就都拿錢 今天就 今天早餐的錢 又從早餐中午晚上 都在外面吃 所以我從小就在福利社 買麵包吃 所以印象最深刻 我小小的心靈 開始受傷的時候 就是從紅豆麵包開始 為什麼 小學的時候 印象非常深刻 現在要去福利社 現在要買那個紅豆麵包 我早餐廳 買一包 撒到這裡 這裡 看不能夠人家唱 這裡 紅豆 紅豆裡面怎麼一個 一個 蟑螂頭 如果看到頭要不要緊 看著要喝 不是 看著一瓶 蟑螂頭 那有一半在你的嘴巴裡面 不是 在這裡 不是在這裡 在這裡 味道怎麼樣 忘記了 你又很害怕 不是 然後 不是 然後我還搞不清楚 因為我們紅豆 洗紅豆你把它拌好 也是這樣對不對 不是 大豆 大粒 火豆裡面就是拌 對 滿香的 你會記得我們紅豆 有一些軟嗎 它也是跟紅豆是一樣的 蟑螂軟 蟑螂軟 蟑螂軟跟紅豆我都一模一樣 真的耶 我知道 這樣我知道 那個蟑螂本來蟑螂軟 這個就要煮 哪煮出來 一個稍微補出來 剝蟑螂軟 除了還死在裡面 你蟑螂軟 你蟑螂軟有很多台蟑螂 有很多台蟑螂 它裡面有很多人 裡面有蟑螂的植蟑螂 都吃下去 都吃下去 再加的時候 發覺說怎麼怪怪 怎麼有白白的東西 再把它拿出來的時候 蟑螂 等著又吃 等著又吃 不敢不禁吃了沒病 剛才是來都沒有 小孩兒子 我就從小 我就記得印象很深刻 他製作單位叫我問說 小甜甜 你請問他 他三餐都怎麼吃 聽說食量驚人 我說你錯了吧 人家問法就錯了 他怎麼會三餐呢 至少六餐 幾餐 你一定吃幾餐 只要我眼睛開開 我如果覺得沒吃東西 就不知道自己餓了 所以我一定要吃東西 我中我腳那裡 就是我們在公約區 很多的賣 便當什麼 都很熟 都擦從電話去說 我是小甜甜 你還記得 那個米粉 我要多肉質的什麼 都交代好 時間到了 做一次拿回來 我老實說 如果你這麼厚吃 還吃這麼多 你這樣算沒肥 沒有 一般人像你這樣吃 就很肥 我自己說 我都在維持 因為我如果是 我自己給自己一個 維持 我真的有自己一個褲子 我真的有自己一個褲子 像前陣子 出貨外褲子 差不多五六公斤 我就很緊張 他就有 過年是要有 有一點點了 因為他的褲子 不要說肥子 你看他這個大腿 他是很緊張的 我告訴你 人家說肥子 他都很緊張的 我一天都很緊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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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以前小孩的時候 就一直被叫我去參加 什麼千秋雷秋比賽 我就說我不會要彈 每天去彈都五名來 我就說很麻煩 沒有啦 這問 你除了什麼肉質 吃到你一天總共吃幾次 就是我早 通常是差不多早 到中午時間差不多下去 就要買一個 有叉燒飯跟燒鵝飯是溫溫的 有時候叫烤滷豬油 我們才有同事 還有那種 紅燒肉 很好吃一定要 然後冷藥的 我的湯都一定要喝 玉米濃湯 一定要有湯 但是如果吃飯 你會覺得像人生 有一點點不完 不完完就要吃麵 不是麵就是粿 不是粿就是米粉 不是米粉就是冬粉 那些痛 那些痛不是說可以休息的 都沒有 一直痛去喔 我的痛是什麼樣子痛 就一直都痛 好像女婦人要生 問你也不知道 好像女婦人要生小孩 她也要生過 女婦人要生小孩 電話還有休息差不多十秒鐘 有這種是不是 我可以把你的器官 這樣鑽毛巾這樣鑽 那種感覺 就很痛 我痛到整天要穿冬 但是如果吃飯 你會覺得像人生 有一點點不完 不完完 對 不完完就要吃麵 不是麵就是粿 不是粿就是米粉 不是米粉就是冬粉 你自己算 每天這麼不算 吃了 就剪菜 剪菜 不過他當時 如果八九點起來 沒有賣那種便當 你就要去早餐店 我都肯定吃雞腿飽 不要蛋 加起司 然後加兩片火腿 然後都要吃一個蛋餅 然後起司蛋餅 然後還要吃一個 不要蛋不講蛋餅 不是一樣的意思 沒有 我不敢在那個 我不敢在胖裡面 不過他應該可以在蛋餅裡面 對 這樣好喝 你還要喝 總共有時候 想到健康的就喝 米涼加豆奶一半 對 米涼加豆奶一半 對 有人這樣喝嗎 很好喝 米涼加豆奶 對 綜合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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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綜合涼 還有奶茶 當時還小勒狗 雞塊有結果都複合式 好喝 很開心 各位朋友 我們拜託 這小甜甜跟我們說 我意思是跟妳說 小甜甜所說的 我們都不要吃 還有 我跟妳說 現在我跟妳說 我們現在人家很幸福 因為像這樣 差不多10點之前 我還有東西可以吃 10點之後 你放心 我差不多只有11點 我就腳去那個 4066668888 然後叫那個外送 她都很熟 一來都知道我 那一位的腳就叫我來拿 我現在只有一個人 賺399塊以上 就不用外送的錢 所以妳就賺到399塊 而且現在套餐 第二件半價 妳可以吃很多 我這樣懷疑到 我這樣懷疑到 我跟她聽她說完 我現在冰冰 吃吃叫這樣 我都要這麼痛 我還是問那個紅豆拉斯 我先問一個 比較正常的蛋白 我怎麼問妳 我如果想到她這樣吃 我要客人家 我剛才撩壞 她怎麼有正常 我跟妳說 她以前 做過蓬家車的師傅 我開過蓬家 怎麼吃東西 吃東西 其實像我們這種人 如果出門 中島的時候是最重要的 不過我們也是這樣 一般像說 像我是早期的 開始在客人家 我也是比較一樣 但是我買兩袋三明治 三明治 早期吃 有時候我們會派乾水 我們是比較缺 像礦泉水 怎麼做生理 因為你真的 很不簡單說 剛好中島十二點 你剛才沒人客人 那機會很少 對 對 有時候你塞塞塞 塞到買了 過十二點嘛 可能就在洋民山 不可以吃 你就把另外一堆三明治 很好吃 這樣放在那裡很難吃 有時候要炒身體 不會 不會 有時候其實 像我們塞喊人家最愛的 就是在台北市的塔城街 塔城街 那是沒有牛肉麵 幾年前的牛肉麵 你知道那牛肉麵很大 一碗好像麵湯 那一碗好像麵湯 旁邊你把它 應該還可以加湯嘛 所以你常常吃一碗 可以動動動到晚上 這樣一碗多少錢 十五塊而已 十五塊 十五塊 它的牛肉又好多 那牛肉麵有夠多 整個都甜起來 是 還在那個中午 中午那裡 還有一碗滷肉麵 夠好吃的 我只能說 電燈店街街人家最知道 哪裡最好吃 那牛肉麵 你叫我滷肉麵 滷肉麵 叫我滷肉麵 你湯可以喝不用錢 有人是每天吃飯 湯 喝三四碗 繼續喝 去那裡吃東西 剛才吃到會飽 去那裡感覺吃好 大家都是 平常都是 如果我這樣欠人家 手機也就說 你今天阿達里有好嗎 阿達里的意圖 你今天生意好嗎 對 我們現在來問一下 謝老師 我們專家跟我們說一下 這些外食族 我們剛才聽一個 誰不健康叫小甜甜 青菜 吃那麼多 其實他所愛吃的 都是我愛吃的 我們都很愛吃的 不過我們人就是要有一個控制 控制量 我這樣講個 吃得健康 吃得瘦 我大概講個量 這個五穀根筋類的話 如果要減肥的話 一餐就半碗 肉 魚 豆蛋的話 一餐就半碗 那青菜吃到飽 其實我現在 冰冰姐 我現在一個很好 就是五十塊的便當 我覺得這些人很有概念 你看現在外面賣便當 都告訴你 一個排骨 那青菜給你多一點點 飯不要那麼多 就剛剛好 你要減肥的人 如果我說像俊藥這些 大家一般的人的話 我們一餐飯 大概就是一碗的量就好了 一碗的量是OK的 然後那個肉 魚 豆蛋 大概還不到一碗 大概是八分就差不多 青菜吃到飽 你只要維持這個樣子的話 你的健康就有了 但那個青菜也不能炒得很油 很油就不能吃到飽了 因為為什麼 我們知道青菜裡面 還有一個假禮子 像剛才我們知道小甜甜 喜歡吃比較鹹的東西 冬口味 因為這種口味的東西 如果說我們青菜裡面有假禮子 這假禮子吃得多的時候 我們鈉對我們身體傷害 就會小一點點 尤其愛吃鹽酥雞 愛吃滷味 滷味的人 一定要多吃青菜 補充假禮子 對身體才有幫助 雖然青菜很不好吃 大家都不愛吃 可是不吃的話 還是更不健康 對 我有一個朋友說 我真的很難吃 我如果看到那個 好像在吃草 都好像在吃草 你會覺得自己是胸還是胸 對啊 對啊 那這個鮮肉切的 就要吃肉 沒有辦法 就問老師姐 我也不愛吃青菜 我都甘願吃水果 我做人家甘願 因為你也錯了 因為人家青菜不甜 你水果 如果生的我們都不吃 都要吃有甜的 肉絲黃的熟絲黃的 這個有甜 平衡有甜 有甜的你這麼要吃 你有甜的這麼想不吃 紅的再有甜 結果甜的是不行嘛 對嗎 尤其是水果我都吃 不是 又錯了 不行 晚上不能吃太甜的水果 不是 太冷 太冷 對 晚上如果吃太甜的水果 那個血糖會上升 脂肪比較會堆積 對 要吃比較不是那麼甜的 就像香蕉一樣 香蕉如果是吃那個 不成熟的香蕉 是比較能夠減肥 對啊 吃太成熟的香蕉 就是比較會讓血糖上升 電腦的肥 電腦的肥 不過還不熟很難吃 澀澀的 對 就是不是很熟 絕對不能吃芝麻椒 沒有啦 那種方式 我都想要吃芝麻椒 可是他講的這幾個東西 我覺得最嚴重的是那個烹調方式 因為比方說我們用炸的 很多人用炸的好吃嘛 對不對 又香脆對不對 對 又香脆 可是我跟你講 那個熱量是最高的 這個東西 你如果說 有時候人家都有一個時間 會這麼嚴重 我一個月吃一次 可以 不要每天都買嘛 一個月好好吃一次 對 如果最後一個月 再再來吃一次 譬如說你今天這一菜 你就吃很多 你記得第二天開始 你稍微控制一下 就這樣吃 就少吃 我來問詹惟中老師 是 你其實體格不錯 那有 但是你是不是吃很多 你是不是吃消耗 我聽說你晚上 就會有飢餓恐懼症 表示你有吃消耗 我是 我是真的外食主 因為我以前帶團的時候 我都在外面吃 我跟客人家傳中間 跟他們帶暗房的時候 都總是四十五分鐘吃一頓 我要跟他們傳當傳塞 三十分鐘的背 其他醇十五分鐘 就是我在旁邊衝進去 一直吃 然後衝出去 好像沒事 大家一起走 每次中午 暗房都是這樣 那有時候到飯店的時候 那個飯店 都是山裡面 外面沒有什麼店 有一次我睡在榻榻米 睡在那裡 半個八度 腰蓋 找不到東西 在那個榻榻米那邊打滾 連續滾了大概一兩個小時 餓到受不了了 太痛苦了 從那天開始 我人生起了很大的微妙變化 就是得了夜晚飢餓恐懼症候群 所以只要到了東京市中心 我就帶了好多的泡麵 麵包 牛奶 巧克力 通通放在床頭 這不好 看了也高興 邊看邊吃 到了溫泉飯店 我就一定要吃他晚上的拉麵 兩三碗這樣吃下去 而且每一天的晚餐 吃剩的都讓他打包 不但這樣子 而且回到台灣 宵夜不斷 宵夜就是毒品 宵夜 我沒有看到他 我的人生就黑暗 像大海嘯一樣 好 那結果你現在戒毒了沒 你戒毒了沒 沒有辦法 沒戒毒 詹老師 你是不是胃病啊 你看看 還好啊 什麼還好 我是皮帶縮的 詹老師你是不是有胃潰瘍 會胃食道膩的喔 所以才有這個症狀 我不抽菸不喝酒 不賭博不上酒家 沒有失身子 但是我有胃潰瘍 胃出血 幽門感菌 這樣不是就不會胖了嗎 怎麼胃胖就脹氣啊 你幽門感菌 你老婆還敢跟你喇氣嗎 幽門感菌就不能喇氣 每個人都有 只是他數量多少而已 可怕的是 你現在戒毒了沒嗎 戒了沒 還是吃 還在吃喔 那你老婆也跟你一起吃嗎 全家一起 有時候我去外面回來 帶給他們 那你明知道這樣不行 難怪你帶我騙我 你試一下 難怪喔 不行 而且我每次去外面吃 好吃的 我都打電話 老婆啊 我待會兒去給你吃好不好 好… 你用這樣在表達你對她的愛意 但這其實是在傷害她 對啊 妳是不是逼不得她吃的 她比妳胖就對了 不是 她逼不得把她吃的比小甜甜還胖 那就可以再娶別人 對不對 是一種陰謀 除了小甜甜 其實我們每個人都知道說 我們什麼是對的 什麼是錯的 那像你食量大 你明知道說 這樣吃法是不對的 那你還是繼續在吃 除了食量大之外 還有些什麼吃的壞習慣呢 我很多壞習慣 其實我也常這樣子搞到 為什麼去掛急診幹嘛 可是我已經習慣 因為我要吃很辣很辣 沒有辣我都受不了 除了辣椒粉 我都可以給她要求生辣椒 然後除了吃辣椒 還要重點 然後如果吃鹽水雞 都要胡椒粉雙倍 然後辣椒粉雙倍 生辣椒雙倍 跟香油也要雙倍 也要油 所以我吃很重口味 像前天 因為我都吃很辣 我每次去買東西 我都說我要超級地獄無敵辣 我都在說 因為都沒有什麼辣 後來他們都把它打開了 那一回我就在當中買一個 油肥雞 我就直接說 怎麼這麼辣 我想說我自己的錯覺 我又吃 真的這麼辣 這樣一直燙 一直燙起來 燙到我尾也很燙 我只要趕在樓下 胡蝶姐姐住樓下 我叫她叫我 那一塊我就說 你有夠像安潔莉娜瓊的耶 真的這樣 然後他就跟我說 對不起 張文 對不起 我知道你也不舒服 可是你現在真的很像 安潔莉娜瓊 你要不要拍一張照 我說我好高 我好辣 他說那怎麼辦… 我就說 我知道了 你現在吃甜的人 我上次有看過電視說 你吃甜的就會這樣辣 他就把金鞋給我 我說你吞不吞 我說我總吞兩個金鞋 配滾水 然後還一直拐 我說還是好辣… 他說不然吃口香腸好了 吃口香腸會讓你轉移煮給你 他就把唱歌 也這樣他滿有這方面的資訊 對 對 而且你現在在說話 很像蝴蝶姐姐 也會模仿她 然後她就說 又沒有比較好 我還是好辣 不然這樣子 我知道了 不然你…想一些比較開心的事情 冰水 冰水嘛 可以用冰水 一斤…一斤一斤一斤 不要一斤 光泉水 不可以 她就說我知道 你吃那個我看不到 我說可是那是 幫助胃消化 她說幫助胃消化就是可以 幫助胃 我說不要 吹…走… 她也很奇怪 她剛才在說 威仙 然後她給我吃威仙就比較好 威仙涼涼 對 不過她就這樣說 你現在後面不要再吃癢的 不過我沒辦法 馬上了還在哭 我覺得我好 她就說 我們來樓下要嚴肅幾好嗎 她就說 好啊 她現在說得這樣 我覺得 我怎麼會沒有在急診室遇到妳 我就覺得很奇怪 我前陣子真的有一次 像我去冰水吃麻辣鍋 我也是叫她吃很癢的 然後我吃到整個後來 我說肚子有夠疼 那天剛才阿伯 她就趕快送我去醫院 煮一個大冰 她就說 妳剛才是做什麼 我說我吃麻辣鍋 我吃太多了 吃到整個胃很痛 然後打完 妳會覺得說 一定煮什麼煮得很可能 妳的胃也感覺到 開始裡面沒有東西 沒有人幫忙 就是又去買東西 又進去 夭壽 等一下 剛才剛才講的一句話說 我怎麼沒有在 這個急診室碰到妳 表示妳也是這樣 我常去 為什麼 因為我自己 妳在那裡 妳的刺激在那裡 不是啦 很可惜 刺激在那裡很可惜 沒有啦 我就是我太不計口了 因為我以前很散 我才54kg而已 如果我底碰過之後 就說 好像生活上才能夠過 我告訴妳 我的蟹聽我吃幾斤的你知道 那種草蟹 海鮮的 蛤蟆 蟹 有時候蟹蟹 蟹蟹 妳是愛吃 還是要吃蟹蟹蟹 沒有 這樣喔 蟹蟹 我中蟹 補了一些 拿孩子需要的東西 尤其是蟹蟹蟹 巴德路那一根蟹蟹蟹蟹蟹 蟹蟹蟹嗎 不是蟹蟹蟹蟹 蟹蟹蟹怎麼吃 就是蟹蟹 它湯的麵 它上面蓋的那個蟹蟹 我告訴妳 那隻蟹蟹 還是麵還是麵雞 麵 麵 麵它是一個麵 外面在蓋的蟹蟹 這是乾的麵 對 乾的麵 黴蟹蟹蟹 蟹蟹蟹 每一顆這麼大 好像生蟹蟹 一、二十顆 吃完就是會變成變 對喔 我跟你說 我吃到 吃到已經賺到多少 買了不會買了 現在沒買了嗎 這樣已經沒買了 但是我是覺得 現在問說在打尾 現在要來吃一下而已 在八八道路那裡 對 我就這樣都沒有忌口 所以海產 殼的沒有殼的 有沒有零片的在這裡 一次買了 跟詹老師一樣 我胃蟹蟹蟹蟹 我那時候還不曉得 只是跟人家說 胃食道逆流 是因為食量太大 還是吃得不太的 我也不知道 就是吃到最後 胃酸過多 然後就火燒心 食量大 火燒心 我過心都糾在一起 我就覺得很痛苦 要有一次 有一次我在錄影的時候 我突然覺得奇怪不對 因為我那時候吃都沒有忌口 我在前兩年做過身體健康檢查 他跟我說我胆有一顆結石 兩年前有一顆結石 說為什麼會胆結石 胆 胆結石是吃太油在胆結石 我也不知道 他以為還有胆固醇吃太多 我現在知道 原來胆固醇吃太多胆固醇的東西 對 排斜這個結果呢 結果那個醫生跟我講說 我兩年前做身體健康檢查 他跟我說 你這個胆固裡面有胆固 有胆結石 我說還有要緊 他說胆結石其實不太要緊 每一個人都幾乎有一顆 一顆兩顆 然後經過了兩年之後 那胆結石一直長大 一直長大 怎麼辦 我到了 會再掛掉 我一天有痛到痛不住 我就跑去長庚醫院 長庚醫院就叫他 他說你這真的有胆結石 他說那我先幫你打一針 廚房看看 我一定 我一定說他要先開刀 廚房之後我告訴你 我本來就躺著進去 五點鐘走出來 就好 就好 就想我已經過了有沒有 人的臨性也是很美麗 第三天 這樣就臨性吃美麗了 第三天我去北區 去廚房看電影 看了一半 兩點 他又來了 那種感覺很強烈的 你自己就知道他又是躺 又來了 他那疼不是說可以休息的 都沒有 疼疼疼疼疼 我的疼疼是什麼樣的疼 就一直痛 你都沒有 像女婦人要生 問你也不知道 像女婦人要生 女婦人要生 電影後 困擾了十秒鐘 有這種是沒有 也許越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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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多 就很像把你的器官 這樣純毛巾純那種感覺 就很痛 我痛到整間要穿冰 買了沒辦法了 我自己開車 再來去新光醫院 因為我在長庚檢查 他說我有胆結石 我開去新光醫院 他說你這不行的 你如果要鑑定 媽最多要鑑定 我兩點多進去 六點多 就跟人家說你要開刀 鑑定喔 說要再去六點 我就要鑑定了 所以你現在是沒躺的人 沒躺 我躺就鑑定了 你多久做沒躺的人 我超百年了 什麼 你嚇到我 真的嗎 你嚇到我 沒躺 你嚇死人 你嚇人會嚇死人 現在沒躺的人是這麼多 這沒躺之後 不可以吃丁的 不可以吃油的 不可以吃油的 油的 不行 油的 丁的可以嗎 甜的還可以 油的不可以 油的不可以 因為就是我們膽囊 就是膽子在裡面 你就吃太油的東西 膽子不夠 人一下沒辦法消化吸收 會脹氣 會拉肚子 會不舒服 所以你現在吃東西要怎麼樣 我很可能 我覺得吃東西是一個人生 最大的痛苦的 為什麼 我開始過爐了 你是不是所有的東西 有油的你都過鎖 我吃鴛鴦鍋都要蒜 我一天撞不住你知道嗎 我去吃那個什麼… 好像… 很好吃 好像疲了一瓦而已 而且你吃那麼多肉 可能對你打腸真的不好 容易產生問題 而且你又吃蟹藥 而且你吃蟹藥吃到最後之後 你的腸子會沒有辦法作用 沒有辦法作用之後 你可能腸子都會出問題 所以其實你很危險 不然今天你都傳了 還要我吃這個 你永遠都像最後一餐 我這次吃好就好了 我也想說最後一餐 我來去吃那個什麼… 像油雞飯 蔥油雞 超好吃的 像八一碗而已 有 像八粥燒麵 它那很快的 下去 沒有辦法 那個都會浮一層油在上面 這樣喔 像小甜甜喔 你如果真的要拿 你辛苦太多東西了 你現在 每天我們現在六餐 我們都吃便當嘛 你如果便當聽說 你都吃比人家多還會有勁 對 妳是吃什麼便當 我跟妳說 妳這個工作人員很奇怪 我今天一集來而已 連在那裡燒金白白說 甜甜 便當來了 謝謝 一來問而已 要去樓上加大便當來了 一來偉妝說 要我先幫妳拿嗎 不然妳要三個對不對 然後他們大家都知道 大家看到妳就知道妳很厲害 不過我都會做筆記喔 你像有其他 其他的電視台給的便當 那一盤差不多不五十塊 那雞腿很小的 那排骨很小的 還有那種 所以蝦梗裡面通常應該 裡面差不多五塊這樣才有證書 三種啦 不然三種 哪有五種 整個裡面有五種 然後椰子都肉色 還有樓兩切一盤的 鹽腸切一盤的 對 都一盤 那都一樣騙的啦 但待會兒我們未來的便當 真的很好吃 對 妳的就讚 像今天我就拿口雞腿跟白骨 妳的雞腿很大吃 妳吃兩顆嗎 我都要吃兩到三顆 等一下 妳吃兩三顆 妳是菜都吃掉 還是飯都吃 第一顆會吃比較側底 不過第二的三顆 是把菜都吃得好 不然妳 我剛剛也要怪你 因為妳有時候 當中裡面有排骨 有烤肉有什麼 妳要吃一顆 總類多的 妳會覺得妳每天都要吃看看 對 妳就覺得都要吃到 不然妳會覺得對不起他們 因為我最愛吃那個烤肉的烤肉 跟雞肉的皮 都說妳吃肉嗎 我就驚驚驚驚 我很愛吃那個皮 皮不能吃 皮不能吃太多 我這樣很愛 不可以吃太多 妳打結就知道 所以要吃太多 以前的劉菌藥是很胖的 我看他以前的獎品 他現在只有老二十歲 然後那個獎品的形 我當人家 可以說大富翁 大富翁 因為大胖 十三顆 現在穿一穿就很大顆 我覺得老實說 又不時尚又很醜 本來我很優 本來我早上把那個窗簾 圍在身上就好了 對不對 所以就是妳以前 怎麼大胖 那樣大胖 正說那樣壞 是怎麼又變散 怎麼吃 沒有 先說怎麼大胖 那樣不知道 原因常常找出來 就吃便當 我剛才坐辦公廳的時候 一天要吃五個便當 大概在十一點多的時候 便當就叫來了 因為新聞部 我在用腦袋那些長官 特別會肚子餓 十幾點就要吃一個 差不多一點又吃一個 三點 他再吃一個 五點到七點 差不多一天在辦公廳 不是這樣而已 晚上還去跟人家酒店喝燒酒 燒酒 燒酒還給妳喝 熱炒 那是後面 那是後面還沒有 那還沒喝 忙說吃便當 還沒喝 所以外面就開始喝了 那喝 我以前在喝 沒有一、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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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鬆開 肥子都是 如果只喝還沒肥 喝配菜 喝配菜 滷味 滷味比較嚇 我們新聞界有幾個地方 比方說八德路 那邊有一個巷子裡面 專門去那邊吃 吃乳味 那專門賣乳味的 那米蘆 老闆娘看到我 想要 米蘆想要看在旁邊 所以來一手來 什麼一手 我一回都 我們在喝 都可以喝 疊了幾箱這樣子 所以說 是這樣子胖到喝 我以前胖到快到一百公斤 過奶花肉 這瓶幾公斤 七十五、七十六 這樣還減二、五公斤 差很多 不是,就是剛剛講 把生活調整一下 當然第一個 不要再去吃宵夜了 毒藥 毒藥把它開掉 早點睡覺 睡覺 你睡眠不足也會讓人變化 日本人 對,沒錯 日本人做過一個實驗 你如果都不用做什麼 生活的改變 你如果早睡就好 對 早睡就好 睡得多就散了 要再多散 9點 9點10點 我跟你說 怎麼9點10點就睡了 但是我跟你說 我就是這樣 早睡就減吃 對 你如果沒睡 你就會想想 多喝一瓶水 或是多喝那個水 早睡就減吃 還有身體的機能 它會讓我們 因為你早睡的時候 你身體不會那個釋放 壓力荷爾蒙 像那個類固醇一樣 你如果說熬夜的人 會釋放類固醇 對 所以為什麼熬夜的人 都胖肚子 胖背後 胖胃的地方 睡不早 你早睡 對 習慣慢慢 人體會慢慢去習慣 你早睡到晚上9點睡 你一定差不多5、6點去 他說睡得久 叫你睡得久 6點精神要做什麼 又吃 對啊 對啊 6點就去 5點就精神又吃 我跟醫師說 早睡會不會胖 對 因為你吃吃去睡會不會胖 對 早上起早6點多吃沒有關係 如果把宵夜移到6點吃 然後吃完7點再睡 是 是對的 不是一樣 一樣 然後呢 這裡面還有最重要這個撇步 就是吃慢一點 你都不用這樣 你就吃慢一點 對 因為什麼呢 其實我以前跟 跟洪多拉斯 尼加拉瓜是一樣的 對 我都是在車上吃東西的 記者哪有什麼地方都在 一定在車上吃東西 而且中間感動到也一樣 便當也是 紅綠燈 紅燈一停 趕快東西拿起來 塞 快綠燈了 趕快 最後一球塞進去 都這樣子 就這樣 你吃越快 你的 你的那個什麼 胃啊 消化越慢 原來你胃都撐大的 因為你 胃的東西 告訴你 大腦說你吃飽了 大概要一段時間之後 對 所以說你都吃過多了 人家告訴你 飽了 飽了以後 這樣啊 怎麼這麼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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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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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吃太快 來不及反應 我自己在想 你不能等他跟你說 你自己先託說 我已經吃多少了 因為飽是太快 來不及反應 對 你就不用摺 你就不知道要摺 都是 怎麼會這樣 這樣子 每一次都會 然後都打個嗝了之後 還有還會反鋤到這裡 味道 然後就要吞 後來我就開始吃慢一點 你就一口 再吃補三個就吞下去了 我現在補十五個 補二十個 對啊 我跟你講 本來很難喔 沒有那麼久的東西 又覺得 又不好吃 又變難吃了 都沒味道了 有一天才會吃沒有 你怎麼每次吃菜 不會 這是有道理的 因為要慢慢吃 血糖慢慢上升 當你血糖上升 你就告訴你腦袋 你已經飽了 就不會多吃 沒有錯 所以要慢吃 還是請謝老師 我現在傳一些東西 好 從我們吃的東西 你喜歡的東西 其實大家就討論 你這個人身體怎麼樣 大家就討論出來 對 好 各位親愛的朋友 我們現在裡面有什麼 你知道嗎 有炸雞 有肉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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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燒雞 還有一個叉燒 還有七菜 有煙腸 還有苦瓜 我們要吃什麼 我看一二三 手在這裡給它 鼻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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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鼻 對 喂 喂 你現在吃到都沒過 喂 喂 你怎麼不吃就一直吃下去 等一下 喂 這有夠 你都吃一口就點了 像小甜甜 你都吃還沒點 不是 嚇到很簡單 喂 喂 喂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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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吃了一口看 我看紅塗拉絲 萬千吃到什麼紅塗 紅塗拉絲是 青葉七菜 苦瓜 還有排骨粥 為什麼 你是愛吃這樣嗎 不是 因為 最早以前 我一定會 青葉 青葉排骨 還有鹽腸 要彈結石 發現之後這樣 純粹可以吃這兩個 所以我不做兩個 這是緬懷的 這是現在可以吃的 緬懷 看著它 安吃著它 因為要想到 但是如果真的這樣吃的 你也不會這樣吃 你會再去算一下 吃什麼 苦瓜我是說苦瓜排骨湯 我都喝苦瓜排骨湯 比較清 對 比較清 所以它這樣吃法 你感覺一下嗎 對 它是正確的 因為苦瓜裡面還有一個東西 第一個 它可以降血壓 可以降血糖 多吃苦瓜 皮膚也漂亮 所以你是對的 這樣子做油的可以嗎 這個是比較油一點 比較清淡一點 不過你的量是對的 因為這個飯 你的肉大概是半碗左右 那青菜可以再多一點點 所以算是剛剛好 沒問題 好 現在我來看小甜點 小甜點 小甜點整塊的炸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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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甜點 還有糖醋白骨 這個都沒有 你的青菜 你沒想到半個青菜 我真的不敢吃青菜 青菜跟水果 而且我覺得菜很多 外表洗得不好 這菜 好菜 你一定有便秘的 我很嚴重 嚴重的便秘 對 超嚴重 你便秘的時候 你都怎麼處理 我都是固定 就是一陣子太嚴重 然後我就會去藥房 拿那個卸藥 然後軟便劑 然後晚常對不對 左開它走路就知道 它有便秘 我是真的還滿嚴重 因為我不喜歡豬太水果 那可能還有痴窗 小甜甜 痴窗是我 我真的替妳的健康擔憂 我也很擔心 我很擔心 妳公公也很擔心 對啊 對 因為第一個 你不吃青菜 你可能 而且吃那麼多肉 可能對你打腸真的不好 容易產生問題 而且你又吃蟹藥 再來蟹藥 而且你吃蟹藥 吃到最後之後 你的腸子會沒有辦法作用 沒有辦法作用之後 你可能腸子都會出問題 對 所以其實你很危險 怎麼辦 不可以這樣子 不可以我們也為你自己吃 對 不然今天你都傳了 還給我吃這個 你永遠都在最後一餐 我吃這個好了 我也有什麼最後一餐 小甜甜 我這樣子好了 你把青菜吃完再吃那個 就比較安全一點點 他就是沒有了 他就是沒有了 所以我們剛才是 其實是用這個來看我們的健康 對 所以有看我們這個 每個人當這個來歡勝 對 劉俊耀的 你怎麼變成這樣 有 你怎麼變成這樣 真的假的 我等這個吃完之後 我再吃其他的 好 先吃其他 對 對 你這個第一餐 第二餐你可以選什麼 第二餐你可以選什麼 也是青菜 對 比較健康 難怪可以減利五公斤 看是正確的 是 詹老師 你想… 你這是… 你裝出來的 裝出來的 因為… 正常你該吃這個辣椒 你還沒人聞辣椒 因為女孩子要吃菠菜 是因為她們女人 每個月都會有吃MC 要補血 那我也會有 你也會有 你也會有吃那個痴痤 痴痤 真的痴痤 所以我看到菠菜 我就愛不釋手 那詹老師 因為她有胃潰瘍 還有胃食道逆流 所以其實我… 所以其實你的菜應該怎麼樣 你就是盡量不要吃重口味的 應該要比較清淡的 而且要多吃蔬菜 其實有些東西 有些天然的食物當中 它裡面含一些成分 可以殺死胃裡面的戲劇 對啦 對啦 大家好 記者 大家好 來… 不過我想問俊佑 你做記者 比較知道這裡有嗎 是 有什麼黑心食品 或什麼衛生的事情 你有看過什麼事情 曾經有一個 一個朋友的小兒子 來… 要來跟我舉發一件事情 她說我… 她看了… 看不下去了 她說她在一個餐廳 暑假去打工 結果看到那個老闆娘 人家吃醬 好噁心喔 人家在吃的要吃多少 我跟妳說 我覺得我的皮膚會不會貴 因為我每次拿我的皮膚出去 就是要買晚餐 中午餐 不知道有什麼 人家的錢就會沒去 不知道她就沒去 人家就沒去 好噁心喔 然後她就說 她這看了實在覺得 老闆哪有人省成這樣 我說妳看拍照啊 這台力這麼多喔 台力這麼多喔 尤其你去吃那個火鍋 它的湯底 它叫做湯底 那它是明目張膽的 它沒有人知道 譬如說你們吃完的湯底 而且它沒有像我們說 這個 公塊母吃 公塊母吃 它沒有這樣喔 大家手這樣吃一吃 吃完 所有人的湯底 還創作味耶 我跟冰冰姐喔 都沒有湯過 我就要接著要講 這個就是我在重慶碰到的 它叫串串香 串串香一串喔 大概就只有一毛錢 或兩毛錢而已 所以很多人喔 他們那種 魁梧的人啦 一吃吃一兩百串喔 串串香 然後就是麻辣鍋 麻辣鍋的湯底 大家都下去這樣 我說 然後燈光很 非常昏暗 那不是就是那種 路邊那種 類似大拍檔那種 對... 結果吃這個 大家就串的對 都麻辣 我看一個東西 不然誰東西浮起來這樣 串串啊 就是老鼠 還整隻 真的假的啦 還整隻 我告訴我 這樣才我會死的啦 當然死的啊 我以為你竟然這樣吃 你竟然煮熟 你現在那個不知道 竟然煮多久了 串串香 所以說到重慶 去吃那個東西 千萬小心 我要問說 現在俊耀 你有帶一個美母 你母現在很厲害 幫你照顧 她不是嗎 因為我是她的搖錢宿嘛 對 但是妳要看 這是我每一天都要帶在 放在我車上的 我以為這是相機耶 不是 我的公司包是公司包 這個是我的白寶箱 就是我一天 所有的吃的喝的什麼都在裡面 我只要出來 那個 這你幫我拿我的吃喝的白寶箱 真的都有 我看妳 我看妳 那妳哪裡有肉 等一下 都說用名牌包 這是名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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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他這個包也不錯 對啊 包也不錯 這個是 這個我已經吃一半了 這個我已經吃一半了 這個 這個 三明治 三明治 這是普通 但兩麥多就好了 對 這個我早上已經吃了一半了 但是我看 他是切一半 用切的呢 對 所以說他切成一半 我早上已經吃了一半 所以他切成兩半 就一個裡面 他幫你做成兩半 對 你先吃掉一半 剩一半要幹嘛 我待會兒會吃 待會兒會吃 待會兒會吃 這是你的便當就對了 沒有 然後這個是 水果 真的 芭樂 很早餐 切得好 你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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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 對 真的好像在背 可以去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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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還要吃 這裡還有多 橘子 一顆橘子 這杯是什麼 這個是我們要養 養生它嗎 不是養喉嚨 就是養氣的 裡面是什麼 這個是那個 枸杞 紅棗 之類的 中藥的 有 真的 枸杞又紅棗 然後下面放一點熟地 熟地或什麼 沒有 你也太看了 我們只要賺錢而已 有 對 我跟你講 因為 人家都說你們這些面子如何保養 而且我這裡還帶一個便當 這個便當裡面是什麼 裡面就是我每次吃白米 白米 除此之外還有 還有 我也有 有在出門的時候 沒有 這最沒吃的 最沒吃的 水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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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你看 你們都吃這樣 我們吃這樣也是健康的 你看 你看 這就是我怕你的配量 好 就是小番茄 汁 然後 煙霧 煙霧 我現在要來問這個小甜甜 你們家裡有幾個冰箱嗎 我們家裡是 冰箱是一次大塊 不過我的臨時櫃 就是那個 特別那個 叫中紅的房東 有給我用老二個大塊 然後有一個放椰子 我拿來放那個 還有一個放逆滲透的旁邊 也是放臨時 還有桌子上的會比較 就是一個 就是隨手可得的臨時區 我請問你 你一個月 我們都有所謂嘛 買衣服 拿去吃錢 你只用在吃的 要花多少 我告訴你 我覺得我的皮包裡面有貴 因為我每次拿我的皮包出去 就是要買晚上 就中午就不知道有什麼 量的錢就會沒去 就是不知道它就沒去 沒去 其實你吃掉吃掉的 有一個腰貴 你就是貴 對 腰貴 你自己吃的 因為你知道習慣是 尤其是我們整條路都吃的 你買這行 你靠著腳 你就會想要一直買一直買 全部都冰回去 你才會感覺很滿足 對 而且每次他買到後來 他都給我一大塊籤子 都給我一個人吃而已 因為他都叫我很多人分 對啊 我們家就都很多 那種那種 他說要花多少... 一檔就是 像我在樓下買一種 米大那種小吃 差不多一檔要吃到百 差不多要買四百塊吧 對 因為你鹹酸雞還要買百塊 你自己一個人吃耶 對 真的 你鹹酸雞要來吃飯 我如果吃三塊 我就都給人 我就沒辦法 我越吃越越少 有 你要分 你看你要買什麼 你就要買皮嘛 腰痠痠痠痠痠痠 還有那種... 會說這樣多痠 對嗎 腰痠痠痠痠痠痠痠 對啊 天佛啦 天佛啦 叫牠帶比較瘦 把它切成小皮 你吃這樣 一定要營養 不是 營養一定要 老闆一定要問妳說 小天天妳的腰痠痠痠痠 小天天妳的腰痠痠痠痠 我看我真的 雖然是這樣 好像聽小孩這樣說 可愛可愛 我要問謝老師 現在真的媽媽 沒有辦法拗過那個小朋友 我記得以前我們白小燕在的時候 她每天最愛的東西 所以我現在在拜她 我看她我現在都吃手 不過我的拜她都要再加一個褲子 有種褲子的 沒關係 我都去把那個 那個賣漢堡 都跟她說 妳幫我做一個素的漢堡 她說我這樣就沒有素的 我說妳的肉不要放 就那個菜 這樣放著 也是素漢堡 小孩就要吃 我現在太想念了 雖然她就沒吃 我就用這樣 歡喜就好 這樣 不然其實很多媽媽知道 這樣是不健康的 不過 以前我就是為了說 都跟小孩發白 她說 我說妳跟媽媽去吃滷肉飯 她說那個才不健康 那個知道 她說那妳陪我去吃那個東西 我說不然這樣 我先陪妳去吃漢堡 妳吃完妳陪我去吃滷肉飯 結果去那裡我也吃一點 來這裡她也吃一點 好 世界不健康 媽媽跟小朋友怎麼吃才對 如果媽媽今天要帶小孩子出門的話 其實小孩子從小 那個飲食習慣 媽媽就要訓練好 我常說媽媽有時候要狠一點 尤其在飲料方面要狠一點 譬如說家裡只有擺一樣東西 我記得我孩子在小的時候 我們家裡只有一個就是鮮奶 其他飲料都沒有 那小孩子從小就跟媽媽一樣 只喝鮮奶 其實她習慣的味道就好了 那如果說媽媽是個準媽媽 要懷孕的媽媽 那又帶小朋友怎麼辦呢 那最好就是媽媽跟小孩子一樣 飲料當中就選擇鮮奶跟優酪乳 這是最健康的 優酪乳酸酸酸 她怎麼會吃 可是有些優酪乳是甜的 像草莓 一般來說鮮奶 他們都說酸奶 中國大都說酸奶 其實鮮奶這孩子是可以接受的 不然鮮奶我就不吃 他怎麼要吃 孩子 但是鮮奶孩子可以接受 但鮮奶的話 其實有時候優酪乳裡面 你可以加其他東西 然後現在又有一個文件 就是說什麼牛奶 是對人病不好的 真的嗎 因為發育出那孩子 因為這個常常有啦 都很多爭論 就像南美人說蘋果一定好 現在有時候說蘋果不好 因為我不知道要怎麼 他是鮮奶有問題是說 你現在譬如說那個鮮奶的環境 譬如說有些有出蟲劑 出草劑 或農藥殘留問題 那才是有問題 但是你覺得鮮奶是很乾淨 鮮奶是沒有問題啦 好 詹老師跟我們說一下 什麼樣的人吃 什麼樣東西身體才用 現在要結合 要結合 他很厲害 這才有什麼東西 有辦法結合這個 因為我們這個固定的 只要三九 四九 五九 六九 七九 八九年次的 今年你的流年的遷移宮 就是外地 我們講外食 在外地一定會有受傷跌倒 包括吃東西有危機 那麼在這裡提醒大家 只要是尾數九的更年生的觀眾朋友 今年我們稱為暴飲暴食 腸胃出血 盲腸病痛 手術難逃 那當然啦 就包括我們跌倒 受傷 被人家打傷 包括吃 吃裡面包括其中的一項 一定要戰戰金金 小心翼翼 好不好 其次就是 農曆的一月跟農曆九月的 你的命盤當中 一定是有個天行跟天遙 走在今年流年的遷移宮 因為我們今天講外食嘛 就講外面 那麼天行天遙代表什麼意思呢 就是 酒餘飯後 黃湯下肚 美色當前 酒後亂性 打架啦 受傷啦 意氣用事啦 被仙人跳啦 這都屬於酒後 我們說 酒後煮真言的 不是 酒後闖禍啊 亂性啦 好不好 要稍微注意 這是天遙代表桃花 天行代表被瓶子打啦 會刀錯的意思 小心 其實就是吃沒有關係 有時候買到假的 那就很慘了 買到假的藥 或假的補品 我們稱為 早上三到五點生的 跟晚上七到九點生的 你今年一定是在外地破財 當然外地破財可能是賭博 可能被騙錢 也可能買到假的東西 我們把它歸為其中這個 不惜重金 三針海味 盡量吃 可是吃到的都是一些 山寨飲食 受騙上當 所以大家有方向 謝謝大家 我們人也一樣 我們身體多少 你以前吃的都好的吃了 身體就壞了 我們以前說 吃到差不多 我們自己稍微吃一下 讓他健康的 就讓大家常年百歲 百歲不夠 常命百歲 常命三百歲 外事都如意 謝謝大家 謝謝